零碎地也能有春天 桃園八德區高城里善有水溝上的零碎地 建置綠色長廊 種花也種菜 打造社區新亮點 这个地本来是一个水溝 我们利用水溝的空地把它改造 然后我们里面有种花以外还有种菜 有菜瓜还有葡萄等等 让老人家这边走动的时候可以看看花看看菜 为了维护长廊 社区特地从不远处的皮糖饮水过来 搭配收集的雨水来浇灌 不浪费水资源也提供充足养分 我们这边也 我们这个水是从雨水回收以外 还有从皮糖来的水 这是让我们高层一个社造一个大改变 长廊上也设置了座椅 里长并打算重新铺平地板 让日后逐渐茂密的绿狼 成为居民们赏花种菜散步聊天的好去处 记者刘雨婷桃源报导